山东小伙穿200斤铁鞋苦练腿法 提的美国拳王生不如死 当场干短不警 就连死神方便都自叹不如 好 注意看视频中的选手 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山东的腿法高手 王玉虎 这个小伙非常的有毅力 观众朋友们 他穿着一双200多斤的特制铁鞋 苦练了十年腿法 尤其是他的侧帅腿 无论是力道还是精准度都无可挑剔 就连死神方便都自叹不如 好 再来看一下 他的对手也是来者不善 他便是来自于美国的泰拳冠军 人送外号擂台杀戮机器的马祖尔 这个家伙目前在美国拳坛的战绩 是20战全胜未尝一败 于是他便把目光放到了 国际市场更大的中国前来踢馆 而且这个马祖尔啊 自称自己是降虎将军 我们注意看 他的右后背上玩了一只老虎 他表示他专打老虎 所以说本场比赛百分之百会战胜 王玉虎 好 双方的比赛先开始 注意看 红方选手白色拳套 这是王玉虎 蓝方选手黑色拳套 美国泰拳冠军 马祖尔 我将军出的方法 王一虎他今天就是出龙猛虎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他的拳法竟然能这么猛 光是在拳法上 就让这个美国的冠军 这个世界太拳冠军马祖尔 吃不消了 马祖尔没办法 只能是死死的搂住王一虎 要知道王一虎最擅长的 还不是拳法 是腿法呀 这个绝招还没出 难道这个比赛就要结束了吗 因为马祖尔频繁的搂曝引发了裁判的不够 现在马祖尔这个美国冠军呢 已经吃到了一张黄牌 那接下来的比赛 他只会越来越难打 因为吃到黄牌之后 他的分数呢 会大大减低 他只有KO王一虎才能获得胜利 否则他没有获胜的可能 好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我们中国的山东小将王一虎 光是凭借拳法 就让这个马祖尔啊 这个七昏八速 找不到东南西北了 好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继续 好 我们看马祖尔来势汹汹 请不吝点赞 实际上在王一虎以往的比赛中 他的节奏也不是很快 是比较分配啊 很均匀的 那今天可能对手是个美国人 还很嚣张 所以说王一虎在第一回合 把体能已经打为一半 现在的王一虎稍微有些疲软 拳法呢打得不是很准了 也没那么凶了 但不着急 因为我们分数上有优势 该着急的是对手 我会在那儿 还会在那儿 我会在这儿 说王一虎以后 我们给你按摩 就让他这儿 我们给你热情 遇到这儿 真正好 我们下课 我们下课 税一样 我们下课 我们下课 我会在这儿 不关系 所以我们下课 我会在这儿 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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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是非常的危险 多亏铃声敲响 王一虎刚刚的确体能下滑太过于明显 双腿都有些发软了 但好在铃声及时敲响 希望在第二回合中场休息阶段 赶紧调整好状态 第三回合我们再大为优势 而且王一虎最拿手的夺命铁腿 他全程比赛还没怎么用 只用了几次 所以说第三回合 我相信王一虎绝对是没有保留了 最后一刻再保留可就要输了 火不其然 这一回合王一虎的推法进攻啊 果然是加强了不少 但现在同时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詹马足尔他的打法很粘 不给王一虎的发挥推法的机会啊 这王一虎真是轻易不出腿 出腿必伤人 我们看现在詹马足尔已经摇摇晃晃 战斗站不稳 台湾还在独秒 他应该不会放弃 因为第三回合马上结束了 哇观众朋友们 比赛第三回合 王一虎三季节对爆头 哇这真是想都不敢想 三次足秒 拿下了这个詹马足尔 都说王一虎的推法 连死神方便都自叹不足 以前只是听说 那真是摆门不出一键 的确是够狠 好恭喜我们的中国铁腿少年 这位来自于山东的小将王一虎 用铁腿征服了美国的泰拳冠军 太精彩 太给力了 同时分感谢屏幕前景的收看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发明 欢迎订阅明镜